10号晚间9点多一辆普悠玛列车行经花莲和平站 却不慎撞上铁轨间的落石 导致列车出轨 索性车上的旅客无人受伤 但也影响了零线一度双线不通 交通中断 而相关单位立即到场抢修 但却有旅客听到消息后 大闹月台还碎念站务人员没有提供水 让其他旅客超级傻眼 男子气愤的走下列车 对着月台上站务员不断碎念 要站务员负起责任 因为列车停驶让他无法准时回家 只见漆黑中这辆普悠玛车头已经脱离轨道 甚至下方还有大片擦撞痕迹 往前一看原来是有两块巨大落石在铁轨上 事情就发生在10号晚间9点多 一辆普悠玛列车行经花莲和平站时 不慎撞上了因为余震而掉落铁轨的落石 导致第一车的两轴出轨一度造成和平路段 东西线交通中断 虽然台铁立即安排接驳列车供旅客转程 但这位男子却心生不满 不但指责站务员不负责任 还要求必须要有矿泉水招待 明明月台就有饮水机却还要求招待 站务员相当无奈 遇上这种事情谁也不愿意 相关单位立即进行抢修 在11号早上也顺利回复通车 303强震过后各地余震不断 现在又因为地震落石 酿成列车出轨 熟悉车上旅客全都平安无事 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得影片来许丽琴华联报道